大家好,欢迎来到《斋托DryTot》之旗案实录,我是兆A 我是小豆 我们常常会说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上天是不会放过作恶的人,坏人最终都会得到惩罚 但在我们以往看过这么多的案件里面,的确是有些坏人逃避到法律的制裁 又或者他们的判刑远远不足以反映事件的严重性 在这些情况下,大家都会说作恶的人始终都会得到报应 若然未报都只是因为时辰未到 但你有没有想过,报应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呢?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宗台湾的案件 一个初中学生只是因为一句话被人活生生打死 空手没有像大众所想般受到一个很严重的惩罚 但他最终的下场就令大家不禁在想,因果报应是否真的存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宗《冥王林春鸿》 2015年5月17日晚上,台湾新据捐消防局收到一个报案电话 电话里面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他说,喂,是否消防局啊?我要报案 竹林大桥下面有一个受了伤的女孩啊 我不想惹麻烦,你们快点来看看吧 说完他就收了线 晚上有人打来说这么奇怪的东西 又收线收得这么急,这个会不会只是恶作剧呢? 消防员起初都有这样的疑问 但因为担心那里真的有人受伤 他们都派了几辆救护车过去看看 竹林大桥下面有条河 河的两边都是一大片山西杂畜的烂地 在视线受遮挡的情况下 要找人本来就已经不容易 再加上当时是夜晚,环境昏暗 保安人有没有说清楚那个受伤女孩在什么位置 这些因素都令搜索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也因为这样,他们最终都是无功以还 就在三天之后 他们在5月21日早上又收到一个保安电话 有人说在竹林大桥下的草丛发现一条女尸 警方和救护员立刻赶过去 一去到现场,大家都吓了一跳 眼前这个女孩看下只有十多岁 她全身赤裸,身上多处地方都有被襲击的痕迹 头部有严重出血,似是曾经受到重击 对脚又被烧到黑了 不单是这样,这个女孩还有曾经被侵犯的迹象 而且因为暴露了在空气一段时间,全身都部门追从 到底这个女孩是什么人? 她做了什么令到空手要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去拿她的命呢? 保安人又怎知道这里有条女尸呢? 警方心里有很多疑问,于是他们首先向保安的男孩查问 男孩跟警方说,受伤的女孩是14岁的邱妹妹 她几乎每天都会去当地一间网巴玩 在那里跟两个世距纪念的女孩很熟 有一天,其中一个女孩邱妹妹懒得地跟男孩说 邱妹妹昨天被我们搞定了 是我叔叔打死她的 还把她吊在竹林大桥下面 男孩本来以为邱妹妹只是说笑 但谁知道之后的几天,她都不见邱妹妹来网巴 她就开始相信邱妹妹的说话 因为担心邱妹妹出了事 她回到地盘开工的时候 跟了一个双熟的公头说这件事 公头听完之后就觉得应该要去确认一下 两个人首先去到邱妹妹上学的学校问 谁知道班主任就说她已经三天没上学 他们一听到老师这么说,就更加担心 难道邱妹妹说的事是真的? 个男孩和公头马上跑去邱妹妹所说的竹林大桥下面找 他们找了很久 终于在一个被枯草遮住的坑里面发现邱妹妹 那里周围都被又高又密的草挡住 而且邱妹妹大部分的身体都埋在枯草下面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之前的救活员才发现不到她 但到底邱妹妹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个叔叔要这样对她呢? 这一切就要由她的背景讲起 14岁的邱妹妹读中二 她的家庭背景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她的家庭连同她,总共有五兄弟姐妹 五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当中大家姐的情况最严重 因为家人没有能力照顾她 唯有把她送到宿舍住 而邱妹妹就比较幸运 她的情况在几个兄弟姐妹之中最轻微 只有轻度智力障碍 在几年前,邱妹妹的父母离婚 接着妈妈就带着两个哥哥离开家 只剩下爸爸一个人照顾邱妹妹和另一个哥哥 她们的生活很贫富 三个人都只是住在被法院查封的屋里 不要说家具电器不齐全 那里甚至连水和电都没有 根据邱妹妹的老师所说 邱妹妹是一个很乖很善良的女孩 只是因为她智力障碍的问题 影响到沟通和社交技巧 所以有时会和同学因为出现误会而有拗叫 影响到彼此的关系 邱妹妹在学校已经过得不太开心 本来以为家可以给她一丝温暖 但她家境实在太窮 爸爸和哥哥都经常早出晚归 忙着打散工养家 根本没有时间陪邱妹妹 令邱妹妹回到家都只能很寂寞地对着四道场 在学校不被接纳 在家又得不到温暖 孤独的邱妹妹只好和老师聊聊天 在Facebook上 不过因为家里没有电脑 她要上网就只能去附近的网巴 那家网巴的收费很便宜 只要叫一杯饮 就可以上网又可以坐很多个钟 而且那里人来人往比较热 所以邱妹妹很喜欢在那里留年 她几乎每天放学之后 都会过去做功课上网等 一开始她只是在那里玩一下电脑 但时间久了 总是小不免会和旁边的人聊聊天 就是这样 幽妹妹在那里认识了两个和她背景相近的女孩 11岁的郑妹妹 和9岁的真妹妹 这两个女孩和她一样都是来自问题家庭 她们一个爸爸坐牢 靠妈妈一个氧气投家 另一个是父母分开后 双方都不愿意照顾她们的小朋友 三个缺乏家庭温暖的妹妹走在一起 总是有种同病相连的感觉 于是她们很快就变得熟落 经常会一起玩 也因为她们经常在网巴楼莲 以前就认识了很喜欢去网巴玩的林春红 林春红自小就在家暴的环境下长大 她爸爸经常会拿刀和棍打老婆 去到林春红7岁的时候 她妈妈就因为受不了老公的暴力行为 带儿子离开家 后来跟另一个男人同居 不过转换了新环境之后 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妈妈经常被那个男人打 她一直默默忍受 终于在林春红16岁的时候 妈妈在一次跟男朋友争执期间用刀杀了对方 亦因为敢被判入狱 自此之后 林春红就过着周围流浪的生活 可能是因为自小就在暴力的环境下长大 又亲眼见到妈妈用暴力解决困扰了她很久的人 林春红渐渐觉得只有被人恶 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于是她养成了凶狠的性格 而且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 同时她在人家面前又经常扮强者 林春红自称冥王 她把自己的Facebook头像 设定成她和一班朋友拿着木棍 对着镜头摆出不舍表情的照片 又在介绍难度写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我又不是坏人 简单来说就不是人 还曾经写过 有恶在就不会有太弱 不单止是这样 林春红的暴力性格在现实生活中都表露无谓 根据她的朋友所说 林春红性格暴躁 酒量又不好 经常喝完酒就到处闹事 所以当地的警察对她都不陌生 除此之外 林春红在2011年因为偷牛章枝 在2013年又因为追女孩被拒绝 用棍打伤对方之后 再纵火烧了对方的电单车 波及到一间超市 而两次被判入獄 直到2014年她才刚刚获释 虽然林春红在外面不断惹麻烦 但对内她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林春红有个同居女友黄晓云 虽然他们结过分又离过分 但一直以老公老婆相称 还有个10岁的女孩 平日的女孩就交给黄晓云的妈妈照顾 除了女朋友之外 她还有几个19-26岁的兄弟 陈哲瑜、古智强和韩文轩 几兄弟自小就一起长大 他们同样都是来自破碎家庭 平日林春红就带着女朋友和几个兄弟到处打散工 放工后就一起回家喝酒 不用上班的时候 一群人就会去网巴玩、吃喝玩乐等 就是因为林春红平日很照顾大家 有什么事也会帮他们出头 于是一群兄弟都当林春红是他们的大佬 根据林春红的兄弟所说 林春红觉得自己之前坐牢 令她不能够进男朋友和爸爸的责任 她对黄晓云和女孩总有一丝愧疚 所以在她获释之后就加倍地对黄晓云和女孩好 不容许他们受一点点的伤害 在2015年5月17日 幽妹妹好像平日去到网巴 期间她就因为一些小事和郑妹妹吵起来 谁知道郑妹妹打去和林春红告了 还说黄晓云都被幽妹妹用粗口问候 林春红平日口识黄晓云 所以当她听到黄晓云被人骂的时候 她自然是不能接受 她很生气 觉得要做些事帮女朋友报仇 当晚7点20分左右 林春红带着黄晓云 借妹妹、曾妹妹、陈哲瑜、古志强和何文軒 一行七人去到网巴楼下 她叫古志强和何文軒 将在网巴玩的幽妹妹带了下来 林春红首先打了她一巴 然后就把幽妹妹带到附近一个没什么人的公园 对她拳打脚踢 幽妹妹不停想挣扎又想逃走 但就被她们捉回来 再不断用竹枝、头盔打她 无助的幽妹妹只好不断大叫和求饶 终于她的惨叫声引起了老人的注意 并出手制止 虽然她们已经打了这么久 但林春红依然未吓到一口气 于是她们将幽妹妹带到一公里外的 竹东河滨公园的桥等下 那里人迹刊致 一班人示意地对她拳打脚踢 又将她的头撞向桥等 不单止如此 她们又迫借妹妹、憎妹妹两个小学生加入 跟她们说 你们不打,我就打死你们 两个小妹妹见到林春红这么恶 都不敢违抗她的意思 于是她们撿起地上的石头 一下一下地打到自己的朋友身上 一班人打得兴起 其中一个加害者 陈哲瑜竟然还提出要侵犯幽妹妹 她们跟幽妹妹说 要是被她们侵犯 要是被她们打死 叫幽妹妹自己选 幽妹妹为了生存 唯有乖乖就饭 于是在王晓雲带走了邪妹妹和曾妹妹之后 几个大人就一拥而上 对幽妹妹做出可怕的行为 很快 幽妹妹就被虐待得奄奄一息 在晚上九点左右 幽妹妹支持不住云低 这场虐待终于停止 接下来 她们竟然把幽妹妹留在现场 一班人去了唱棋 幸好她们当中的何文軒都算有点良心 她偷偷地走出来报警 不过因为怕惹麻烦 她不敢说得太详细 只是匆匆交代几句就收了线 在九点五十分 林春鸿派陈折瑜 古智强回去现场看看 她们发现幽妹妹已经失去气息 于是两个人把她放在一个偏僻的草丛里面 接下来跟林春鸿报告 林春鸿带着陈折瑜 古智强和何文軒 回到现场打算韦斯灭跡 她们用砂石抹在幽妹妹的臉上 企图破坏她的容貌 又在第二天买汽油过去想着消失 与此同时 因为案发后 老师不见幽妹妹上学 便打给幽爸爸问下 不过爸爸顾着上班 没有留意到女儿失着中 还跟老师说 幽妹妹可能只是去了妈妈 一直到两天后 老师跟她说 还未见幽妹妹上学 爸爸才开始担心起来 幽爸爸去了报警 又自己到处找 但当地这么大 她都无从入手 幸好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 警方收到做地盘那个年轻男子的报案 她们在竹林大桥下面找到幽妹妹的尸体 于是联络幽爸爸过来认识 当爸爸见到幽妹妹的时候 她都不敢相信女儿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警方根据都妹妹的口供 很快就抓了有份伤害幽妹妹的人回来 不过一群加害者的反应令人很生气 林春宏在被捕之后 态度一直非常囂張 当其余几个被捕人士的头 都缩到没得再低的时候 林春宏竟然还抬起头 一直在说 你们凭什么抓我 几个被捕人在警署里都神情自虐 他们还嬉皮笑乱地问警察拿烟吃 很自在地吃饭盒 让人感觉他们一丝悔意都没有 面对警方的审问 大家很快就把林春宏公了出来 他们都意口同声地说林春宏是主谋 说她因为幽妹妹在网巴 用了一句粗口骂黄晓云 所以生气得要帮女朋友教训幽妹妹 不过他们就说 大家都不是有心打死幽妹妹 只是不小心太重手才会搞出人命 但林春宏就不认自己是这件事的主谋 又说自己没有打幽妹妹 只是跟她玩玩玩 最令人气愤的是 有网民在Facebook发现 林春宏在5月18日下午 上传了几张和女儿的合照 而且写着 我的宝宝女儿 又在下面留言说 女儿最大 看得女儿感动 真的很难想象 这个禁仁慈的爸爸 早一晚才杀了别人的女儿 还要当天早上买汽油去消失 在7月10日 警方对林春宏等人杀人 損坏尸体等罪提出起诉 不过法庭的判刑就多次出现扭转 令人非常意外 在一审的时候 法庭判了他们无期徒刑 而判刑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法官觉得几个人 虽然手段凶残 但他们依然有被教化的可能 令人不解的是 几个大人因为一句话 就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奪去一个人的生命 事后他们依然一点悔意都没有 但法官就用有教化可能这个原因 免除他们的极刑 到底法官是怎样看得出他们是可被教化的呢? 这宗案经过多次上诉 林春宏曾经亦试过被改判极刑 但到2020年4月1日 最高法院就以林春宏已经和优家和解 似乎有悔过之意 和未踏判极刑的程度为理由 判五个人终身监禁为最后定案 而郑妹妹和曾妹妹就交由少年法庭审理 和接受之后的教化 这个判刑在社会上引来很多声音 很多人都觉得 林春宏等人对郑妹妹做的事太残忍 无其途刑根本不足以反映事件的严重性 質疑为什么法官不判他们极刑 虽然林春宏在法官手上被得过极刑的惩罚 但就在2021年10月22日 37岁的林春宏在浴中吃完早餐 准备去工厂做事的时候 就突然四肢无力和飙烂行 监狱方面在10分钟内 后来就把他送进医院急救 但经过几个小时后都救不回 玉方说林春宏在服刑期间 健康一直没问题 几乎没有看医生的记录 所以他突然间出现这么严重的状况 还要短时间内就不治离世 这件事真是令人意外 而因为林春宏的家人不想他进行解剖 所以他真正的死因就无从得知 除了林春宏的突然离世 令人觉得离奇之外 又爸爸又说 在女儿失踪之后 家人都遇到奇怪事 他说大子曾经梦到妹妹说自己很冷 又说希望家人为他报仇 另外小子睡觉的时候 又试过突然全身都很痕 感觉妹妹就在她身边 好像有话想和她说 刚好台湾就有个有关冤云报复的传说 相传如果被害者是含冤而死 又无法沉冤得雪的话 被害者是可以向地藏菩萨或东岳大帝申请黑令旗 自己回去阳间找兇手报复 而只要拿着黑令旗的话 就算阳间的神明见到都不可以阻止 幽妹妹曾经报梦给家人叫他们帮忙报仇 到林春宏逃过极营之后又突然离世 这一切都令大家不敢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幽妹妹觉得自己死得太冤枉 而伤害她的人又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于是她就拿着黑令旗亲自回来报复 不过也有人说黑令旗其实是不存在 这个说法都只是那些人作出来安慰在世者 令他们可以释怀 让他们可以放下事件 你又信不信黑令旗的说法呢 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 喜欢我们的 记得做题comment like and 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旁边的小铃 我们出新片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150amb 留意我们的最新资讯和我们互动 下次再见 拜拜